第一個點比較飽滿 飽滿就寫飽滿一點 第二個點比較輕瘦 然後帶點流動準備加上行速的動作 逆上去了以後寫折 折中間要寫上下短一點 其實它比較短 因為等一下那個直畫要伸長 所以有時候會刻意把某些筆畫 事先寫短一點 所以這上面有空隙下面有空隙 折這裡又來一個比較厚實的 這是它要拉長 而且拉到非常長的地方再勾起來 所以它這裡最低 騎的這個長盒有問題 它這麼短 其實它寫這麼長 所以這個杯是中間這裡破掉 其實它應該到這個白色的位置上 所以有時候哎呀字體如果沒踏好 還真的以為它寫錯 所以其實我們在寫很多字體的時候 會有錯愕 錯愕還包含說 常常發現說 踏了以後拉平以後字就變粗了 第二種踏的時候 踏好以後 有些地方弄得不乾淨 像這裡應該是拉長 比你看到的自鐵長 這個點 再挑起來 挑起來以後再 其實這兩個點感覺都像右點 右撇過來右就撇過去 都斜向右邊的 好 起圓點記得要飽滿 我還蠻注意這個飽滿的那些筆劃 這講過 因為它實在太瘦了 如果不加一點肉就變紙片人了 看起來不是很健康 所以它適度了 像這個地方又是要來做一個加強 通常是它的兩三倍 兩三倍的一個厚度寬度 這一定要做出來 這樣子才會略覺得有點肉肉的 否則會覺得全部的骨頭 撇點點有點飽滿 圓 顧 顧一開始的這個橫畫 倒是寫的比較算是 在這裡面算粗的 反而這裡是細的 過來帶動 然後它的折都折得很方 硬要突出來 這個地方稍微扭轉一下 有循速的動作 點 好 那這裡用的弧度非常的大 但是包在裡面不生長 唯一要生長的是 這個點壓得很下面 而且一直往下拉 顧 支 這裡它習慣這樣方折過來 通常不重新齊筆 這裡先逆過去 先拉動一下 然後再彈上去 有點粗細弧度 撇得還蠻高的 點 壓得比較低一點點 支 這個口 好 這裡 抬上去 記得翻折 它這邊的翻折通常都蠻方硬的 然後口一向寫的比較扁 後面這個橫畫都會往下掉一點點 唇 連續兩個唇就寫的不一樣 第一個字寫的比較開張 比較開張 所以大叔在寫字的時候 絕對不會都一樣 好 注意這個弧度弧度 一個往下 然後剛才說這個開張 主要是因為這個筆畫做得很明顯 拉得很開 然後從這邊滑下來以後 又來一次 又拉得很開 而且後面不出風 所以它兩次寫的時候都不一樣 第二次就寫得比較拘謹一點 比較沒有像第一次這麼放 所以一個放一個收 所以配合得非常的漂亮 當然這是蠢字 不過它配得很漂亮 一點都不蠢 這種裝飾性的一定要做 做完裝飾性以後 拜託不要一直在扭了 大部分裝飾完以後 都會恢復原狀 讓它開始寫的硬挺 不要只顧著一直扭來扭去 扭來扭去 腳揉做做 這個點有壓下來的意思 所以稍微拉低一點 好 唇 第二個唇的唇 上面的筆畫倒是有 跟剛才不太一樣 做了一些變化 加強那個 線條的那個 對應性往上往下往下 然後但是這一次的撇就 短一點 剛才那個唇 撇納是很長 那這個唇 撇納是很短的 這都是故意的 就是兩個字相同 在一起的時候一定要做變化 這是蘇瓦家的堅持 堅持什麼 堅持一定要不一樣 好 所以寫字塔不能懶惰 不能懶惰 每次都用一招半試 闖江湖 從頭到尾那一招 這樣就無聊了 招式要夠多 哇 才能隨心所欲 好 這個第二個唇會降的比較低 目的也是要把字給壓下來一點點 好 唇 就想報了 去多一點 這次是蘇瓦家的堅持 我現在是蘇瓦家的堅持 是蘇瓦家的堅持 我現在是蘇瓦家的堅持 我現在是蘇瓦家的堅持